我們武師,通常羅股茶配合和私人配合 我們一定要用到一個牛皮鼓 通常是比賽專用的鼓,赤八鼓 這些就是鋼茶 是用來增加的音樂氣氛,即激昂的 有時我們武師,高師的鼓點是這樣打 這個是獅子高興 高興兩邊去找些獵物,找些食物去尋找食物 這個鼓點,就是一隻獅子 我們出去表演也好,去比賽 他有個套路,即逢獅子出門口 入門口,就是用這個鼓點 現在我打這個鼓點 是獅子四圍去遊走的 這個鼓點,就是獅子到處遊玩 所以用了鼓點 還有獅子驚的鼓點 這個就是獅子害怕,或者驚疑,害怕 就是需要用這個鼓點 這個鼓點就是獅子高興的時候 兩邊走的,兩邊跳的 這個就是獅子高興的鼓點 這個就是獅子高興的鼓點 通常我們,沒有獅頭和打鼓的 都有默契的 是要經過長時間去磨合 即是你要打鼓過 你要認清楚這隻獅子 什麼時候是要轉的 什麼時候是要變的 以由你打鼓過去慢慢摸清楚它 即是不是說 你拿到一個新手去打鼓 你沒有理由能夠說 我可以鋪股肯定和你資格很快 這些不一定 就算一個職業的鼓手也好 都要去練十鋪八鋪才可以磨合出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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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